好的,首先看到的是我在健身房使用TankT2来做记录的画面 基本上整个运动过程啊,佩戴使用起来都相当的舒适 接着我也有佩戴去做跑步运动啊 记录的数据呢,会有目前的配数啦,公里数还有时间 专事提供了我们相当完整的跑步数据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铁爸 最近在社群看到好多朋友PoL入跑活动的文章 越来越多人开始这一类的活动了 那相信大家在选购运动手表啊 太贵了会下不了手,太便宜的又怕功能太阳春 那功能都OK之后还需要有商房等级 我们的手表才会够耐用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运动手表 造型就非常的阳刚硬派 当然不只是造型看起来耐操而已 它是真正拥有商房等级 并且搭载目前市面上同等价位的产品 没有任何竞争者的IP69K黄水黄层等级的哦 它就是来自COSPE最近推出的两款智慧运动手表 TankT2、TankX1 分别是圆形、长方形的机身设计 那除了外观之外 两款在功能、硬体规格上 也是有部分不太一样啊 稍后会陪大家详细的来了解分析 好的那相信大家会比较想知道的 就是这款智慧运动手表 它实际使用起来的效果 没问题哦 后面我有安排、重训啊、跑步 这些运动时射的片段给大家 那我们先来帮观众确认一下 原厂标配有送我们哪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TankT2的部分 原厂标配一共有TankT2智慧手表本尊 磁器式充电线以及专用的表带 再来TankX1也是智慧手表本尊 加上专用的表带 也有附上磁器式的充电线一条 外观的部分 TankT2采用的是圆形的表身 加上太灰色的金属边框 整体看起来相当的硬派耐操 同时带有极限运动的风格 提升上面按钮的部分有两个 都是采用国际局的配色 一个是Power按钮 同时也带有返回键功能 另一个则是特殊用途使用的Sport按钮 就跟Apple 9 Ultra一样 我们需要运动记录的时候 直接按下Sport按钮 就可以叫出运动训练清单 并且内建有高达70种以上的运动 都可以让我们来记录使用 TankX1也是相同的配置 有Power、Sport按钮 加上金属阳钢硬拍的表身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独特哦 接着我们看到萤幕材质的部分 两款都是使用AMOLED面板 那我们手表萤幕的观看使用 不论是室内、室外 都可以有非常高解析、高画质的体验 亮度的部分 TankX1有500尼特 TankX2更再提升到600尼特 那我们其实在大太阳底下 也能清楚的看到手表的内容哦 并且手表的正面玻璃 还是采用规格相当高的 9H硬度康宁大猩猩玻璃哦 让我们手表的萤幕可以更加耐用 这样子的话 在非常耐用的同时 萤幕的表面也能带给我们 非常滑顺的操作手感哦 那说到手表操作起来的滑顺度啊 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它整理的系统是怎么来操作的 按住表面可以切换不同款式的表盘 选择好自己喜欢的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想要更换更多的表面款式 就会需要使用到它专属的APP 这个稍后会想起的跟大家说明哦 接着我们回来操作的说明 从左侧滑路 可以交出所有APP的功能清单 右侧滑路可以依序显示 各种的健康数据政策快选功能 运动数据啦 心跳 血氧等等的 如果想要看一下手机上面的讯息通知呢 从下方往上滑路 最后上方滑路呢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系统控制功能 比如说萤幕亮度的调整啊 或者是打开勿扰模式 还是平时想要让手表更省电啊 也可以从这边打开省电模式 整个系统操作起来算是相当的滑顺 手表功能的使用也非常的直觉方便哦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 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来安装自己喜欢的表盘嘛 再来马上操作给大家看 我们到APP Store里面 搜寻Costpad 并且将它安装起来打开来 就可以在APP里面挑选喜欢的表盘款式 像我的话呢 习惯至少要看到时间 电量 运动步数 所以选择这个数字类别 这款橘色的好了 它的数据算是蛮详细的 而且配色跟寄生的橘色按钮也很match 接着我们按下同步表盘 有没有 这样子就可以套用自己喜欢的新表盘咯 OK那大致上知道它整理的操作方式之后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实测片段啦 我们如果需要完整的记录运动啊 健康数据 就是要搭配刚刚所使用的Costpad的APP 在首页就能看到几个健康的数据啊 什么的步数啦 睡眠 心率 血压 血氧等等的 想要记录运动的话 在下方第二个选项 不过这样子打开手机操作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直接按下Tank T2 X1 手表上面的Sport按钮就可以了哦 好的首先看到的是 我在健身房使用Tank T2来做记录的画面 基本上整个运动过程啊 佩戴使用起来都相当的舒适 记录的数据有目前的心率 以及冰框上面有色彩 就是四个心率区间 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目前的状态 进而调整我们训练组间休息时间哦 接着我也有佩戴去做跑步运动啊 记录的数据呢 会有目前的配数啦 公里数还有时间 也跟中训一样 有目前的训练强度区间显示 算是提供了我们相当完整的跑步数据哦 那除了记录运动之外 其实我们佩戴智慧运动手表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也要知道 就是训练之后的身体恢复睡眠 有好的睡眠品质 我们训练之后 肌肉才有更棒的修复成长空间 所以COSPEY智慧运动手表 就相当完整的帮我们记录下 整体的睡眠过程 这样子就能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睡眠品质好不好啊 看是不是需要拉长睡眠时间 或者是睡前减少咖啡因的摄取 那我们更好来掌控自己的睡眠品质哦 最后关于这一类的智慧运动手表 还有一点小细节 相信我的朋友也是会蛮care的 这边我也有帮大家注意到 分别是手表使用起来的续航力表现 会不会三天两头就没电啊 需要一直充电很麻烦 再来是它的防水防存功能 是不是有官方手标保的那么好 会不会使用没几次就入水路程坏掉了 最后呢就是原厂有没有保固啊 最怕就是买了之后啊 变成电子产品孤儿 后续找不到维修保固的厂商啊 手表续航力的部分 它内建了410毫安时的大电池容量 经过我实际的外出旅游啦 或者是生活中耳配戴记录运动使用 偶尔也会查一下睡眠心率 测试一下我的血氧状态 这样使用下来 几乎是一整个礼拜不用充电没问题 所以续航力的表现算是相当的亮眼哦 防水防尘能力如同一开始有提到的 它是配置有IP69K等级 并且拥有5ATM 10ATM 游泳防水 不论是生活防水 运动流汗 甚至是带着游泳使用都没问题 当然也是有经过官方数种测试啊 在非常严苛的环境测试下都能顺利通过 所以防水防尘能力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非常放心的来使用哦 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保固啦 COSPE的TANK T2 X1 原厂都有提供我们两年的完整保固 所以大家都可以尽情放心的来使用没问题哦 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打算 替自己增购一款新的智慧运动手表 想要有这种硬派的金属外观 同时也要够耐操够耐用的话呢 来自COSPE最新推出的TANK T2 TANK X1 经过实际的测试使用啊 功能相当的齐全 IP69K等级的防水防尘能力也很强 非常推荐大家购入来使用哦 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分享的COSPE TANK T2 TANK X1 也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将官方最新的优惠资讯啊 放在我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点来看看哦 好的 那今天影片就会结束 非常加热的收看 如果你们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